这个棚顶有点滴的水 这个棚顶看漏水 它应该是这个淋浴器的管坏了 如果这样放水呢 比方说咱们这么放水的话 它不漏水啊 这样的没事 它这个上面没事 它不漏水 它没事吧 但是如果 但是如果你要想要淋浴器的话 你把这个给它拽上来 给它拽上来之后 你要一放水的话 它就会跑水 看着啊 它就跑水 它这个地方 就跑水 看那水 看那水 那水就滴着去了 对吧 所以证明是淋浴器的管坏了 应该是 看这个 对吧 我把这个关了 把这个关了 关了就好了 关了之后它就停了 就是证明它是上面这个 淋浴器这个管坏了 可能找工人修一下 淋浴器这个管 这两个关键的 然後就算 就能够